现在很多花友都喜欢在家里面养台 种一些瓜果蔬菜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颗矮番茄 现在长的是非常多的小果子出来 而且非常的漂亮 那么在家里面养一些瓜果蔬菜 用的肥一定要坚持绿色环保健康 所以我给这一颗矮番茄来施肥的话 都是给它用的这种微生物菌剂 因为这种微生物菌剂 它里面还有大量的有机制 还有枯草药包关菌 可以强壮根系 又可以给它补充营养 只要每个月在这个土里面 加入一点点给它做追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补肥 又绿色环保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种微生物菌剂 它主要是以有机制 枯草药包关菌 还有有效活菌为主 所以它可以分解土壤中的营养 又可以给这个土壤补充有机制 让这个土壤疏松透气 让这个根系长得旺盛 吸收养分能力变强 当然了 除了给它使用这种微生物菌剂之外 也要适当的给它补充一些有机肥 这样的话肥才跟得上 因为这种微生物菌剂 它的肥效是比较温和的 尤其是在生长期的时候 需要大量的营养的时候 要结合一些有机肥 或者是结合一些营养液 来给它补充营养 这样才能保证它根系又发达 长实又放生 好了 我们下期见